固态电池大决战即将到来 中国吹起了总共的号角 就在5月底 中国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说我国将会投入60亿元 魏宁德时代、比亚迪、一气上气、蔚蓝能源 极力供6家企业提供固态电池的研发资金 说实话很多人可能看不上这60亿 毕竟在汽车圈 这笔钱估计只够研发一个新平台 如果对比汽车补贴 这笔钱更是小得可怜 比如今年我国第一季度的节能减排补贴是229亿 不过你还真别小瞧这60亿 对于新能源行业来说可能确实不算多 但是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却非同寻常 因为它是我国发起的一个总共信号 告诉中国电池企业们 最后的大决战即将到来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奇怪 为啥是在固态电池上发起总共的 其实这是因为固态电池太重要了 这么说吧 谁掌握了固态电池的量产技术 谁就能改变现有的动力电池的市场格局 问你一个问题 目前锂电池市场是处在巅峰期还是已经过去了 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 现在的新能源市场这么火热 即便不是巅峰期也大差不差了 但这时的情况恰恰相反 锂电池市场不仅没有达到巅峰期 甚至是才刚刚走过第一个阶段 未来的锂电池市场还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这可不是我在瞎说 是有根据的 按照美国能源部给出的数据 预计到2030年时 锂电池的市场规模还将会增长5到10倍 这是个什么概念的 2022年 全球锂电池市场规模将会达到600亿美元 如果按照上面预测的数据 那么到2030年时 这一数字就有可能达到6000亿美元 相当于4.35万亿人民币 换句话说 还有数万亿的市场正等着被开发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锂电池市场中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各国拼了命的发展 都很难与中国正面对抗 但切好有个机遇 正等着所有牌桌上的玩家 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去分散一杯羹 而这个机遇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固材电池 在电池业内有个说法 电池技术每隔30年左右 技术迭代更新 比如在1870年左右 流行的第一款电池 嵌酸电池 然后是1900年的涅格电池 1930年的碱性新蒙电池 以及1960年的涅氢电池 现在大规模使用的锂电池 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应用的 换句话说 电池行业的发展 到了要更新的时候 而替代它的正是固态电池 所谓的固态电池 简单来说 就是把液态的电解质 换成固态的电解质 但就是这个特点 则可以完美填补 锂电池上的大部分缺点 大家可以想想看 现在锂电池上 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安全 容易自然 新能源车容易自然 也是劝退很多人 购买电车的理由之一 为了减少新能源车的安全隐患 火国工信部在5月底的时候 发布了动力电池安全的 征修意见稿 大概内容是 要求动力电池出现 发热情况时不起火 不爆炸 并且还要求在热失控前的 5分钟之内 发出警报信号 同时不允许有可见烟气 进入到成员舱内 简单来说 就是告诉新能源车企 以及动力电池的厂商们 要往更安全的技术方向发展了 恰好这个痛点 固态电池就能解决掉 就拿目前市场上用的 比较多的三元锂电池来说 在电池温度达到180度时 正极材料就会与电解液发生反应 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 进而导致电池自燃 所以锂电池非常害怕 遭到外界撞击 因为这样 很容易导致着失控 而且就算没有外力碰撞 锂电池用久了 腹脊上也会长出金汁 而当这些金汁 刺破隔膜与电池的阵级接触时 就会发生短路 也会引起电池自燃的可能 但是固态电池恰有没有这个因患 由于用的是固态电解质 没有了隔膜和电解液 反而能有效抑制电池锂金汁的生长 从而大大降低了短路 以及自然的风险 不过安全性还只是 固态电池的众多优点之一 比如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 比液态电池更高 目前锂电池的能量密度 大多在300瓦时每公斤以内 但是固态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 最高却能达到900瓦时每公斤 相当于比现在的液态电池 翻了三倍还不值 换句话说 等到固态电池量涨后 纯电池的续航 也能够随便突破 1500甚至是2000公里了 而且还不止能量密度高 固态电池的充电速度也非常快 目前液态电池的充电速度 最快的大概10分钟 就能有600公里的续航 而丰田早在两年前就宣称 固态电池充电10分钟 续航能够达到1200公里 相当于上个厕所的功夫 就能冲个大几百公里了 除此之外 固态电池还有寿命长 低温表现好等优点 比如寿命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电池 能够循环充电多少次 现在市面上的液态电池 充电循环次数达到800次左右 就得报废推移 而固态电池充电循环2000次 容量还能保持在92%以上 甚至有些理论上的充电次数 能够达到1万次 还比如低温表现 很多北方车友购买的电车 一旦到了冬天 续航就得大打折扣 甚至是打骨折 一辆600公里的续航的车 到了冬天能开个300公里 都算是优秀了 但是固态电池 在低温下的导电率依然很高 在零下30度的低温下 还能保持续航达成率在90%左右 可以彻底解决 北方冬天电动车 续航打折太严重的问题 换句话说 固态电池 简直就是在液态电池的基础上 全面升级的六边形展示 甚至有网友调侃到 使用固态电池的电车 一车传三代 人走车还在 当然这只是个笑话 但也说明了固态电池的巨大优势 大家可以想想看 拥有能量密度大 充电快 安全性高 寿命长等等优势的固态电池 除了用在新能源汽车上 还可以用在哪些领域呢 这么说吧 只要是需要动力的领域 都可以用到固态电池 比如飞机 无人机 机器狗 机器人等等 都可以用到固态电池 也就是说 一旦掌握固态电池的量产技术 等待我们的 可不只是一个新能源汽车了 而是所有跟电机电池相关的行业了 可以说固态电池的潜力 比液态锂电池的潜力还要大得多 到了那时候 美国能源部预计的5到10倍 估计都有点小瞧了 所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谁能掌握固态电池的生产技术 谁就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 占领先机 甚至是对中国动力电池的领先地位 万道超车 于是西方各国开始 纷纷压保固态电池 希望自己会成为 最先突破的那个人 比如美国 2021年6月份 美国先进联盟就发布了 国家理电蓝图2021到2030 其中最长期的目标 就是要在2030年 研发出固态电池和理金属电池 其实美国在固态电池上的优势并不小 全球第一块固态电池 就是在美国下数领国家实验室 制造出来的 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 使目前的液态锂电池 能量密度的两倍还多 不过因为技术难度大 无法量产 生产成本太高 导致这块固态电池 一直留在了美国的实验室里 而在看到中国锂电池产业新盛后 美国又把当初放在实验室里的固态电池 给办了出来 不管是金钱补贴还是技术支持 企业需要什么 美国政府就给什么 而有了美国政府的牵头 美国企业开始纷纷往固态电池领域发力 比如Solid Power 这家固态电池在2023年 就已经生产出首批固态电池样品 并交给宝马使用 预计会在2025年左右 帮助宝马生产出固态电池原型车 要知道 这家铁的来头可不想 它在2011年刚成立时 就获得了科罗拉大学分校 以及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 后面又拿到了美国空军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和美国导弹防御局的资金支持 2015年时 和美国下树领国家实验室 签署了合作协议 又获得了技术支持 可以说 Solid Power是含着金汤石出身的 激起了美国顶尖科研技术和资金支持 除了Solid Power外 还有固态电池公司Factorial Energy 已经宣布投资5000万美元 在波士顿郊区建造一座 年产200兆瓦时的 全媒最大的固态电池工厂 除了美国外 欧洲对固态电池也很上心 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 欧洲早年也尝试过自己研发 甚至组建了电池联盟 但结果却发现效果都有限 比如早在2011年 法国伯洛雷集团就推出了 30千瓦时的金属锐合物固态电池 不过由于聚合物的导电率太低 容量太差 最终被放弃了 还比如在2018年时 德国投资了10亿美元 组建电池研究联盟 研发固态电池 这个联盟吸引了巴斯夫 大众的德国行业巨头的加入 还有在2019年时 欧盟批准成立了 投资政策没少出 技术联盟也没少成立 但是欧洲还是不放心 生怕自己还会在固态电池上 落后其他国家 于是他们又换了个思路 如果自己搞不定 那就选择投资入股 在全球寻找固态电池技术 实力比较强的企业 投资并成为他们的股东 比如大众先后投资 每股上市的固态电池企业 QuantumScape 并成为该企业的最大股东 还比如宝马在2021年 投资了上面说的Solid Power 根治也在同年投资了 Factorial Energy 主打的就是自己搞不定 那就用钱开路 但不管怎么说 欧洲也基本确认了 固态电池的重要性 2021年 欧洲发布了 2030年电池创新路线图 把固态电池作为主要发展方向 还有韩国 韩国的计划更简单 就是砸钱 宣布到2030年前 总共砸20万亿韩元 也就是150亿美元左右 计划成为全球首个 实现固态电池商业化的国家 除了美欧韩外 日本在固态电池领域的 研发优势最大 早在2016年时 日本的专家就预测 固态电池将会成为 下一代的电池方向 可能会取代传统锐电池 说这句话的时候 日本松下锐电池的出货量 还是全球第一 2018年时 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了 汽车电动化发展的长期目标 明确将固态电池 作为下一代电池的 技术开发方向 然后日本又多次颁布了 相关政策 行动计划 大力发展固态电池 当然 他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日本丰田 拥有超过1300项 固态电池技术专利 成为全球拥有 固态电池专利最多的企业 可以说 美欧日韩等西方国家 早早地在固态电池上发力 对中国电池地位忽视眈眈 这些国家里有技术优势的 有资金优势的 也有市场话语权的 可以说 下一代电池大战已经到来了 那么西方国家的目的会实现吗 说实话 很难 特别是在中国用60亿元 吹起总共的号角后 他们想要反超中国电池 更难了 因为这就是中国的一个阳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技术上 其实固态电池 并不是什么新的技术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美国下树令国家实验室 就已经制造出了 全球第一块固态电池 并且我国在固态电池上的 研发时间也并不晚 早在1970年代时 我国工程院院士 陈立全就已经接触过 固态电池的技术了 并认为这项技术 是可能改变中国 乃至全球的技术 不过那时候技术条件还不成熟 陈立全就把目标 转向了锂电池 不仅搭建了 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 而且还培养了 诸多锂电池人才 比如后来宁德时代的 创始人曾玉群 但陈立全一直没有 放弃过固态电池 2015年时 他就多次呼吁国内企业 应该尽早布局固态电池 除此之外 他还亲自下场 携手中科院的同事 建立了北京蔚蓝新能源 专门研究固态锂电池 如今 蔚蓝新能源 已经拥有了400多项电池专利 承担了20多个国家 和省级研发项目 是固态电池领域 名副其实的独角兽 当然 蔚蓝只是我国 众多固态电池企业中的 一位而已 其实随着中国锂电池 产业的不断发展 早就有很多企业 也把研发中心 转向了固态电池 中国在固态电池上的技术积累 早就追上来了 截至到今年5月份 全球固态电池 关键技术专利申请量 超过了2万项 中国占比36%左右 为7640项 虽然落后于日本 位于第二 但是落后的幅度 也就4%不到 换句话说 中日两国在固态电池上的 技术积累并没有相差很多 并且各家预计的量产时间 也很相近 都是在2030年前后 那么 决定固态电池的 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其实是量产的成本 目前固态电池的 技术路线分别有三条 氧化物 聚合物和硫化物三条 简单来说 这三种技术路线的差别 就是所使用的 固态电解质材料的差异 三条技术路线 各有优缺点 但不管选择哪条 其实在未来 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 以及先进的工艺来解决 但是由于 现阶段的技术还没达到 厂家们集中力量 生产一两块固态电池出来 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想要量产推广出去 就得把固态电池的成本 给降下来才可以 目前 全固态电池的生产成本 普遍是锂电池的4倍左右 比如未来在2023年 制造了一款 150千瓦时的固态电池 成本达到了30万元 相当于 每度电的成本 已经达到了2000块 而目前 三元锂电池的每度电成本 则是在500元左右 所以影响固态电池推广的因素 主要还是量产成本 而非技术差距 而要说 谁家量产后 能够把成本搞下来 说实话 还得看中国 2023年 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中国占了6成以上 全球前10名动力电池企业中 中国占了6家 在技术专利上 全球有74%的 动力电池技术专利 都是来自中国 远超西方各国之和 换句话说 现在的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中 中国不仅是技术实力最强 还拥有最全的产业链 再加上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 一旦固态电池开始量产 中国电池产业链 就能快速地把价格给打下来 有谁家的生产能力 能跟中国相比呢 特别是中国企业中 还拥有很多技术实力强劲的企业 就是那种 平常闷不作声 但突然就能推出一项 震惊世界的技术 比如比亚迪 比亚迪很少宣传实验室里的技术 这次更新迭代DM5.0混沌技术中 突然爆出个量产热销率 超过46%的发动机 业界第一 在固态电池上也是一样 比亚迪的技术专利一大堆 几乎看不出压入哪条路线 但他的研发实力 又是全球业界里顶尖的 哪天他们要是放出个大招啊 我都觉得不奇怪 这次传出的 头60亿元的研发支持 其实说白了 就是由国家带头 拿着国内一众车企 电池企业们共同发力 把固态电池这块骨头给啃下来 继续保持中国电池的领先地位 一旦实现技术突破 再加上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 固态电池这块硬骨头 最终会被中国拿下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这次拿出60亿元 鼓励固态电池的研发 是一个阳谋了 在电池领域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技术 产业等优势 凭借我们强大的工业体系 众多的技术人才 以及庞大的汽车市场 足以持续支撑 中国在电池领域的优势 中国已经吹起总共的号角了 就看西方各国如何应对了 好了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